我国的房地产是市场,是必须要拿出来单独分析的一个领域,要明白这个道理,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几个最基本的逻辑和规则。 一、地产的前世,首先,在银行没有出现钱,在金银或金属铸币等实物货币是时代,社会的经济领域与当前社会在本质上无太大的差异。 任何时期,都有房地产的建筑和交易市场,还有农业、工业等等其他任何大小类别的各类交易市场。 社会上的流通货币供应,几乎是相对稳定不变化的,因此,任何经济市场的繁荣与萧条,都不会改变社会上的流通货币的供应量。 这里,金融和经济这两大核心领域,既是密切联系,又是相对独立的。 说它们是密切联系的,是指金融的含义就是金钱的融通与流通。 而经济则是生产和消费的循环,这个循环的过程则是必须依靠交易来完成的。 因此,金融与经济密切的连接点,就在经济的交易活动上。 同时,历史上很长时期的与房地产建筑与交易的相关活动,都不会影响社会流通货币的供应规模。 任何经济领域的交易,都不影响社会货币供应量的规模。 因为任何经济交易都会遵循零和原则,因此,经济刺激政策是无法影响金融的。 且金融也是无法显著影响经济的冷暖,没有银行钱,几乎没有金融类政策。 所以也可以说金融和经济是相对独立和稳定的。 这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去,它本来很正常,与其他经济领域都是同样的地位和影响力,房地产的发展与萧条都不会影响到金融货币领域。 二,地产的今生,但是,到了房地产的现代发展时期,则必须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分析了。 因为只有房地产这个领域,它会独立区别于金融、经济这两大领域,它介于这两者之间了。 也就是说,房地产领域,它既可以影响金融领域,也可以影响经济领域,而对房地产的相关政策,既可以认为是金融货币政策,也可以认为是经济刺激政策。 这是一个很奇葩的领域,为什么这么说,这又要回到我反复强调过的一个金融方程式了。 请注意,我这个金融方程式,是根据现代数十年来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本质和运行规律,抽象出来的一个模型,并得出结论。 这个模型会带来一场灾难作为结尾,我们虽然经历了一场繁荣,但下面的金融方程式更会带来一场经济灾难。 部分准备金制度加消费者信贷电子货币的催化作用,债务危机加金融危机加经济危机加经济繁荣。 债务、GDP构成的经济泡沫下虚假的繁荣如气体般挥发。 本人曾经反复强调过,在我国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均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或者漏洞。 放任这种缺陷和漏洞的发展,必然会导致一场灾难。 以上方程式就同时将这个缺陷和漏洞表达出来了。 一、金融领域。 部分准备金制度是具有核心缺陷的。 因为它会通过银行信贷派生存款或派生货币,即社会加杠杆会导致社会货币供应增加,而货币供应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又会刺激社会加杠杆。 最后的后果就是社会的杠杆水平很高,社会债务规模很大。 假如反过来,那么社会的去杠杆过程就会导致货币供应减少,导致经济萧条导致被动去杠杆,而去杠杆又会导致货币供应萎缩减少。 从而导致债务危机爆发,资产价格下跌,通缩萧条环境下更加不利去杠杆过程。 最后就会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,从而酿成经济灾难。 二、经济领域。消费者信贷是具有核心漏洞的。 因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循环,自由内在的运行规律,市场会决定经济社会的真实客观走下。 但是这里假如用消费者信贷来扭曲提升某个经济领域的消费能力,那么就必然能令某个经济领域特别高速发展,那么资金就会涌入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领域。 结合前面第一条,社会就会加大杠杆水平,加大各种资金的投入并进入这个经济领域。 但是,消费者信贷的核心本质是扭曲提升消费者此时近期的消费购买能力,但是会掠夺未来远期的消费购买能力。 只需要推演一下我们就知道,社会上任何债务人的去杠杆都必须基于社会的消费市场来完成,但是这里形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内在联系,即社会债务人的整体杠杆水平在不断提高,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在不断下降。 他们他们之间,就必然会有一个交叉点时刻的来临。 这是规律,无法回避的。 一旦这个交叉点来临,就是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拐点,就是债务危机的临界点。 很显然,我国社会上的消费者信贷分为三大类,个人按揭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贷款。 而个人按揭房贷关联着房地产市场规模最大,范围最广。 目前,我国住户贷款消费者的贷款已经超过55万亿人民币规模了。 2018年底,个人购房贷款已达25万亿人民币规模。 因此,影响房地产生死的唯一因素,只有房贷这个唯一的核心因素。 其他任何各种如土地建筑、人工成本等等,均可以忽略。 同时,我们也可以发现,社会上除了收藏艺术等少数品种外。 社会上的不动产、大宗商品或生产设备等,都有折旧概念的。 我们的房产其实每年都折旧2%。 50年后,理论上房产的残值就变为0了。 还有汽车,旧车绝对卖不出新车的价格,但是房地产是个例外。 房地产的价格,根本不受折旧概念的影响, 就是二手房的价格,也反复在上涨增值,翻倍,再翻倍。 这都是因为房地产领域里有范围最广、规模最大的消费者信贷存在的原因导致的。 前面说过,房地产介于金融和经济之间了,需要单独拿出来分析。 是因为房地产的发展,大量释放个人房贷,则会导致货币派生现象, 从而影响金融货币领域,会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。 因此,房地产的发展会影响到金融货币领域。 因为房地产也是一种经济领域的大基础建设, 它会拉动经济领域除了农业之外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同步发展, 如钢铁、水泥、煤炭、建筑、装饰、电子电器、机械等等等等各行各业都会因为房地产的发展而受益。 所以,基于此,等于房地产是一个单独的行业, 它同时绑架了我国的金融和经济两大领域了,这是客观存在的。 我们可以发现,我们的各种经济刺激政策、货币宽松政策, 几乎都会要围绕着房地产领域来施政。 假如我们对房地产打压,就必然导致经济减速、金融领域货币供应增幅减速。 我们只要放松地产,就必然会看到经济发展与增速繁荣, 货币领域的货币供应就会同步扩张。 因此,基于这一点,我国绝对不会主动刺破地产泡沫。 一旦真的主动弄爆了地产,这债务危机就此爆发毫无疑问。 我国一般会在房地产过火的时候,打压限制, 而在房地产熄火严重并影响宏观经济增速时,就会适当放松。 嘴巴里喊打,但是不会真打。 我们从不会看到自己勒自己脖子,会把自己勒死了去的。 我们对待房地产的态度,就跟这个道理完全一样。 以上,这就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今生。 它已经发展到一个需要单独拿出来分析的行业了。 它密切关联着金融货币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命运和发展。 它绑架了我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和经济体系,是客观真实的。 那么很多人所期待的是,房地产的来势,关注的是房地产行业的未来走向。 三,地产的来势,我国过去经历了很多次房地产的打压、刺激在打压过程。 银行曾经对当地产大面积停贷,后来央行曾发文要求银行继续对房地产释放房贷。 至于房地产限购政策等,也是频繁变化,限购,放松,再限购等等,我们见识得够多了。 但是不管这样,房地产的整体发展,是呈明显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趋势的。 甚至某些时候上升的趋势很快很快了,现在,很对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是采取了限购限贷措施的,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。 但是,我们从大宗资产价格在疫情发生之前,已经高位回落了一段时间了。 经济减速的担忧也是十分明显的。 叠加这次疫情的影响,未来一段时间,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,必然重新放松对地产的限购和现贷是明显值得期待的。 且当前已经有些地方政府这么做了,那么地产还有多长的寿命? 我曾经定义过,如何定义房地产的整体性崩溃。 我们从宏观上来观察房地产价格走势,首先一定要区分普遍和特殊,区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。 首先,我定义的房地产整体性崩溃,然后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了。 要结合两个因素来确认。 一、北上广深的一线地产价格整体性下跌20%到30%为确认标志。 请一定留意,观察房地产价格请务必采用新房价格来观察。 因为二手房价格会因很多因素而出现局部暴跌现象。 但这也不能作为确认地产崩溃的标志。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,假如北上广深的一线地产价格都整体性下跌了30%, 那么其他二三线城市的新房价格整体性跌40%到50%, 二手房价格出现局部暴跌的现象就会比较普遍了。 但是即使如此,国家对地产的刺激政策出台, 仍是有可能继续抢救地产行业并救火的, 因为之前有过例子了。 但是,房地产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, 相信会是比较困难的了。 因此,未来的一段时间内, 一线城市的地产新房价格要么就不会出现整体性, 下跌30%的情况。 假如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, 就意味着率先一定爆发了债务危机。 金融危机,地产将再无回天之力了, 即再也就不活了。 二,地产整体性崩溃, 将爆发在我国银行出现破产现象之后, 而不是之前, 意味着中债危机爆发,金融危机已经爆发。 只有这样, 通过继续大量释放房贷的这种货币政策, 就永远也不会出台了。 那么地产行业整体性崩溃就会被确认, 回天乏数了, 剩下的就是价格的不断下跌和抛售了。 以上分析中说的房贷, 都是指个人按揭购房贷款, 不是指房地产企业的生产开发房贷。 通过我对货币体系的分析, 我国金融货币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风险已经很大了。 只要在金融危机没有明确爆发前, 各级地方政府就一定有取消现代释放房贷的激情和冲动。 但是金融体系假如理性的话, 那么就会抑制地方政府的冲动。 那么地产价格就继续这么维持, 不会上涨, 也不会整体性大跌。 而局部的二手房大跌的整体性意义并不大, 不具备很重要的参考价值。 本人分析宏观一般不会带着显微镜来具体细化, 量化分析地产的详细走势的。 但是从宏观视野来分析, 地产的整体性寿命应该不会很长了。 因为金融货币体系再也经不起地产行业对金融体系的折腾和刺激了。 但本人坚持认为, 地产的整体性崩溃, 只会出现在银行破产现象之后的银行全面停贷。 断贷这个现象之后, 只有金融危机先爆发, 我们才会被迫彻底放弃掉地产行业。 因此, 房地产泡沫将是被动刺破的。 但是在此之前, 地方政府绝对会有重拾房地产这个业虎的冲动。 因此, 地方政府绝对不会主动弄爆地产的。 而地产一旦整体性崩溃, 那么这不是经济危机的结束。 而是一场经济灾难的开始。 请一定用心留意这个分析结论, 地产的来世还有多长的寿命, 可能已经进入该行业发展的整体性晚期阶段了。 可能会有回光返照, 但是到底还能撑多久, 只能拭目以待了。 请小心, 谨慎应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